第十四回曹梦德一驾姓许都吕奉仙成夜席徐俊 却说李乐引君诈称李雀 郭四来追车驾 天子大惊 杨凤曰 此李乐也遂令徐晃出迎之 李乐亲自出战 两码相交 旨意合 被徐晃一幅砍于马下 杀散于党 保护车驾过机关 上党郡太守张扬巨宿伯迎驾于指道 县帝封张扬为大司马 张扬此地屯丁野王献去了 县帝入洛阳 建宫是烧尽 皆是荒芜 满目皆是薅草 公院中只有颓墙坏臂 命阳凤且盖小宫居住 百官朝贺 接力于荆棘之中 赵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世岁又大荒 洛阳居民 仅有数百家 无可畏时 进出城去剥树皮 绝草根石之 上书郎以下 皆自出城桥彩 多有死于颓墙坏臂之间者 汉末气韵之衰 无甚于此 后人有诗 叹之曰 血流氓荡白蛇王 赤质纵横游四方 秦禄竹翻兴设计 楚锥推倒立封江 天子懦弱奸邪起 气色凋零到贼狂 看到两经遭难处 铁人无泪也欺黄 太魏扬镳奏县帝约 前蒙降兆 未曾发遣 金曹操在山东 兵强将盛 可宣入朝 以府王室县帝约 镇前祭降兆 卿何必再奏 金吉差人前去遍了扬镳领旨 吉差使命赴山东 宣召曹操 却说曹操在山东 闻之车架 已还落阳 据谋是商议 寻玉尽曰 西晋文宫那州相亡 而诸侯服从 汉高祖为异地发丧 而天下归心 金天子蒙尘 将军成因此使手畅议兵 奉天子已从众望 不使之列也 若不早途 人将先我而未知已 曹操大喜 正要收拾起兵 忽抱有天使积照宣照 曹操接照 刻日兴师 却说现地在洛阳 百事未备 成郭崩道 欲修未能 人报李却 郭四领兵将到 现地大惊 问杨凤曰 山东之使未回 李 郭之兵又至 未知奈何 杨凤 寒先曰 臣愿与贼爵死战 以保陛下 董承曰 成郭不奸 兵甲不多 战如不胜 当父如何 不若且奉驾往山东必知 现地从其言 即日起驾往山东进发 百官无马 皆随驾步行 出了洛阳 行无一箭之地 但现尘头毕日 金谷喧天 无限人马到来 现地 扶皇后 战力不能严 忽见一骑飞来 乃前差往山东之使命也 至车前拜起曰 曹将军 进起山东之兵 应召前来 闻里却 郭四范洛阳 先差下侯敦 为先锋 引上江十元 精兵五万 前来保驾 现地新方安 少请 下侯敦 允许楚 典为等 至驾前面君 居以君礼献 现地 未遇方毕 呼报正东 又有一路君道 现地 急命下侯敦 网探之 回奏曰 乃曹操不君也 须于 曹洪 礼典 乐进来献驾 通明弼 曹洪奏曰 陈兄之贼兵致尽 孔夏侯敦孤立南卫 顾又差臣等被盗 而来协助 现地曰 曹将军 真设计臣也 遂命 护驾前行 探马来报 李雀 郭四领兵 长驱而来 现地令 夏侯敦 分两路迎之 夏侯敦 乃与曹洪 分位两翼 马军先出 不君后随 谨力攻击 李雀 郭四贼兵大败 斩首万鱼 于是请现地 还落阳故宫 夏侯敦屯兵于城外 次日 曹操引大队人马到来 安营帝 入城见地 败于殿阶之下 现地赐平身 宣誉未劳 曹操曰 陈相蒙国恩 克斯图报 金雀 四二贼 罪恶冠赢 臣有精兵二十余万 以顺讨逆 无不克截 陛下善保龙体 以设计未重 现地乃风 曹操领私利校尉 甲节月 路上舒适 雀说李雀 郭四之曹操远来 亦遇速战 贾许 贾许建约 不可 操兵精将勇 不如详之 求免本身之罪 李雀怒约 而敢灭无锐气 拔剑预斩贾许 众将劝勉 事业 贾许丹马走回乡里去了 次日 李雀军马来迎操兵 曹操先令许楚 曹仁 点为领三百铁骑 于李雀阵中冲突三遭 方才不振 阵援处 李雀指李先 李别出马阵前 未及开言 许楚飞马过去 一刀先斩李先 李别吃了一惊 道状下马 许楚一斩之 双碗人头回阵 曹操扶许楚之辈曰 子真无知凡怪也 随令下侯敦领兵左出 曹仁领兵右出 曹操自领中军冲阵 古响一声 三军齐进 贼兵底敌不住 大败而走 曹操清澈宝剑压阵 率众连夜追杀 角路极多 想者不计其数 李雀 郭四望兮逃命 茫茫似丧家之狗 自知无处容身 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 曹操回兵 仍屯于洛阳城外 杨凤 含仙两个商议 今曹操成了大公 必掌重拳 如何容得我等 乃入奏天子 只以追杀李雀 郭四未明 引本部君屯于梁县去了 县帝一日命人 致曹操迎 宣曹操入公义室 曹操闻天使至 请入相见 只见那人眉清目秀 精神充足 曹操暗想曰 京东都大荒 官僚军民 皆有鸡色 此人何得毒肥 因问之曰 公尊言充于 以何条理而致此 对曰 某无他法 只时但三十年以 曹操乃汉之 又问曰 君居何职 对曰 某举笑脸 原位原少 张扬从事 今闻天子海都 特来朝晋 官封正义郎 继阴郡定陶县人 姓董 明昭 自宫人 曹操必席曰 闻名久矣 姓德与此相见 四至九丈中相待 令与寻遇相会 忽人报曰 以对军往东而去 不知何人 曹操即令人叹之 董昭曰 此乃里却就将杨凤 与白波帅寒先 因明公来此 故隐兵御头梁县去尔 曹操曰 莫非已操忽 董昭曰 此乃无谋之辈 民公何足律也 曹操又曰 李 郭二贼此去若何 董昭曰 虎无爪 鸟无翼 不久当为民公所勤 无足借义 曹操献董昭言语投机 便问以朝廷大事 董昭曰 民公兴义兵以除暴乱 入朝辅佐天子 此五霸之功也 但诸将人输异议 未必服从 今若留此 恐有不便 唯一嫁兴许都未上策 然朝廷拨月 心海惊师 远近仰望 以继一朝之安 今父喜驾 不厌重心 父行非常之事 乃有非常之功 愿将军爵计之 曹操只懂招手而孝曰 此无知本质也 但阳凤在梁县 大臣在朝 不有他便否 董昭曰 亦也 以书与阳凤 先安其心 明告大臣 已经师无粮 欲车驾兴许都 进鲁阳县 转运粮食 恕无欠缺 玄阁之忧 大臣闻之 当心从也 曹操大喜 董昭谢别 曹操执起首曰 凡操有所图 为公教之 董昭称谢而去 曹操游逝日 与众谋逝密 一千都之事 时事中太史令 王立思为宗正刘爱曰 无仰观天文 自去春太白 范振兴于斗牛 过天金 迎获又逆行 与太白会于天官 金火交会 必有新天子出 无关大汉气数将中 尽 未知地 必有兴者 又密奏县地曰 天命有去救 五行不长盛 待活者徒也 待汉而有天下者 荡在位 曹操闻之 使人告王立曰 智公忠于朝廷 燃天道深远 兴武多言 曹操已是告寻遇 寻遇曰 汉已火得王 而民公乃土命也 许都属土 道笔必兴 火能生土 土能望目 正和董昭 王立之言 他日必有兴者 曹操一岁绝 次日 入见县地 奏曰 东都荒废久矣 不可休憩 更坚转运 粮食坚心 许都地 尽鲁阳县 成郭公事 钱粮民物 足可备用 臣敢请驾 姓许都 为陛下从之 县地 不敢不从 群臣皆具曹操事 亦莫敢有异议 岁则日起驾 曹操隐君互行 百官皆从 行不到树城 前置一高陵 忽然喊声大举 阳凤 寒先领兵拦路 徐晃荡先 大叫 曹操欲结嫁和往 曹操出马是之 见徐晃威风凛凛 暗暗撑其 便令徐楚出马 与徐晃交锋 刀斧相交 战武时余和 不分胜败 曹操及明金收军 赵某是一约 杨凤 寒先成不足道 徐晃乃真凉将也 无不仁以利拼之 荡以寄招之 行军从事满宠约 主攻勿律 某相与徐晃有一面之交 今晚半座小卒 偷入其营 以言说之 管教他倾心来想 曹操欣然浅之 事业 满宠半座小卒 混入笔军队中 偷至徐晃帐前 只献徐晃丙竹 背甲而坐 满宠突至其前 一曰 故人别来无恙呼 徐晃惊起 熟世之曰 子妃山羊满薄明曰 何以至此 满宠曰 某县为曹将军从事 今日于阵前得见故人 欲尽一言 故特冒死而来 徐晃乃言之作 问其来意 满宠曰 公之永略 是所含有 奈何屈身于阳 含之徒 曹将军荡势英雄 其好贤理事 天下所知 也 今日阵前 见公之永 十分敬爱 故不仁以见将决死战 特遣宠来奉邀 公和不弃暗投明 共成大业 徐晃晨吟良久 乃愧然探约 无故知阳凤 寒先非立业之人 奈从之久矣 不忍相舍 满宠约 岂不闻良情则墨而期 贤臣则主而逝 欲可是知主 而交必失之 非丈夫也 徐晃起谢约 愿从公言 满宠约 何不就杀阳凤 寒先而去 以为尽献之礼 徐晃曰 以臣是主 大不亦也 无绝不畏 满宠曰 公真亦是也 徐晃四隐障下数十旗 连夜同满宠来头曹操 早有人抱之杨凤 杨凤大怒 自隐千旗来追 大叫 徐晃反贼修走 正追赶尖 忽然一声炮响 山上山下 火把齐鸣 扶军四出 曹操亲自引军当先 大贺 我在此等候多时 休教走脱 阳凤大惊 急待回军 早被曹兵为主 恰好 寒先引兵来就 两军混战 阳凤走脱 曹操趁比军乱 城市攻击 两家军事大半多祥 阳凤 寒先士孤 引败兵投袁术去了 曹操收军回营 满宠 隐许晃入见 曹操大喜 后代之 于是营鸾驾到许都 盖造宫市殿宇 立宗庙设计 省台寺院衙门 修成郭府库 封董城等十三人 卫列侯 赏公罚罪 并听曹操处置 曹操自封卫大将军 五平侯 以寻御卫士忠 上书令 寻忧卫军师 郭家卫司马祭九 刘烨为四空仓曹苑 毛戒 仁郡为点农中郎将 催都前两史 成郁为东平相 范成 董昭为洛阳令 满宠为许都令 夏侯敦 夏侯渊 曹仁 曹洪 接位将军 吕前 李点 乐进 于进 徐晃接位校尉 徐楚 点为 街位都尉 其余将士 各个封官 自此大权 皆归于曹操 朝廷大悟 先禀曹操 然后方奏天子 曹操既定大事 乃设宴后堂 聚众谋士 共议约 刘备屯兵徐州 自领州市 进旅部 以兵败投之 刘备使居于小配 若二人同心引兵来犯 乃心腹之幻也 功等有何妙计可图之 徐楚曰 愿借精兵五万 斩刘备 吕不知头 陷于丞相 巡御曰 将军勇则勇已 不知用谋 今许都心定 未可造次用兵 欲有一计 明曰二虎静时之计 今刘备虽领徐州 未得赵命 明宫可奏请赵命时 受刘备为徐州目 因密语一书 叫杀吕布 事成则刘备无猛事为府 意见可图 事不成 则吕布必杀刘备已 此乃二虎静时之计也 曹操从其言 及时奏请赵命 前使积往徐州 封刘备为征东将军 宜成廷侯 领徐州目 并赴密书一封 却说刘玄德在徐州 闻献帝姓许都 正欲上表庆贺 呼报天使至 出国迎接入郡 拜授恩命币 设宴款待来使 使曰 君侯得此恩命 使曹将军于帝前 宝剑之利也 玄德称谢 使者乃取出 司书帝与玄德 玄德看罢 曰 此事尚容忌义 习散 安歇来使于管义 玄德连夜与众商议此事 张飞曰 吕布本无义之人 杀之和爱 玄德曰 他是穷而来投我 我若杀之 亦是不易 张飞曰 好人难做 玄德不从 次日 旅步来贺 玄德教请入见 旅步曰 文公授朝廷恩命 特来相贺 玄德训谢 只见张飞扯见上厅 要杀旅步 玄德荒芒祖主 旅步大惊曰 亦得何故只要杀我 张飞教曰 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 教我哥哥杀你 玄德连声鹤腿 乃以吕布同入后堂 时告前因 就将曹操所送秘书 与吕布看 吕布看壁 弃曰 此乃曹贼 御令二人不合尔 玄德曰 凶悟忧 刘备是不为此不义之事 吕布再三拜谢 刘备留吕布饮酒 至晚方回 关公 张飞曰 凶长何故不杀吕布 玄德曰 此曹梦德 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 故用此计 使我两人自相吞并 彼却于中取利 奈何为所使乎 关公点头道士 张飞曰 我只要杀此贼 以绝后患 玄德曰 此非大丈夫之所谓也 此日 玄德送使命回京 就拜表谢恩 并回书与曹操 只言容缓图之 使命回宪曹操 严玄德不杀吕布之事 曹操问寻玉曰 此计不成 奈何 寻玉曰 又有一计 名曰屈虎吞狼之计 曹操曰 其计如何 寻玉曰 可按令人往元树处通问 报说刘备上秘表 要略南郡 元树闻之 必怒而攻刘备 攻乃名照刘备讨元树 两边相拼 吕布必生一心 此驱虎吞狼之计也 曹操大喜 先发人往元树处 赐甲天子照 发人往徐州 却说玉德在徐州 闻使命志 出国迎接 开读诏书 却是要起冰桃元树 玉德领命 送使者先回 弥竹曰 此又是曹操之计 玉德曰 虽是计 亡命不可为也 遂点军马 克日启成 孙乾曰 可先定守城之人 玉德曰 二帝之中 谁人可守 关公曰 帝愿守此城 玉德曰 吾早晚欲语而易事 其可相离 张飞曰 小帝愿守此城 玉德曰 你守不得此城 你一者酒后刚强 鞭榻士族 二者做事轻易 不从人见 吾不放心 张飞曰 帝自今以后 不饮酒 不打军事 诸般听人 劝见遍了弥竹曰 直恐口不应心 张飞怒曰 吾跟哥哥多年 未尝失信 你如何轻料我 玉德曰 帝言虽如此 吾终不放心 还请陈元龙辅之 早晚令其勺饮酒 勿至失事 陈登应诺 玉德吩咐了当 乃统马步军三万 离徐州 望南阳郡进发 却说 袁树文说 刘备上表 欲吞其周线 乃大怒曰 如乃之席编剧之夫 金哲占据大郡 与诸侯同列 吾正欲伐辱 辱却反欲图我 身为可恨 乃史上将纪灵 起兵十万 杀奔徐州 两军会于须一线 玄德兵少 依山傍水下债 那纪灵乃山东人 十一口三尖刀 重五十斤 适日引兵出阵 大骂 刘备村夫 安敢亲无境界 玄德曰 吾奉天子诏 以讨不臣 如今赶来相聚 罪不容诛 纪灵大怒 拍马五刀 直取玄德 关公大鹤曰 匹夫修德逞强 出马与纪灵大战 一连三十和 不分胜负 纪灵大叫少些 关公便拨马回阵 立于阵前后之 纪灵却潜负将 巡政出马 关公曰 只叫纪灵来 与他绝各雌雄 巡政曰 如乃无名下将 非计将军对手 关公大怒 直取巡政 交马一合 砍寻正于马下 玄德驱兵杀将过去 纪灵大败 退守怀音县河口 不敢交战 只叫军士来偷赢结债 皆被徐州兵杀败 两军相聚 不在话下 却说张飞自送玄德起身后 一应杂事 拒赴陈元龙管理 军机大武 自家参拙 一日 设宴请各官复习 众人坐定 张飞开言约 我兄林去时 吩咐我少饮酒 恐知失事 众官今日尽此一醉 明日兜个戒酒 帮我守城 今日却都要满饮言罢 起身与众官拔斩 酒至曹报面前 曹报曰 我从天界 不饮酒 张飞曰 厮杀汉 如何不饮酒 我要你吃一盏 曹报惧怕 只得饮了一杯 张飞把变个官 自贞俱功 连饮了几十杯 不觉大醉 却又起身与众官拔斩 酒至曹报 曹报曰 某时不能饮饮 张飞曰 你恰才吃了 如今为何推却 曹报再三不饮 张飞最后十九 便发怒曰 你唯我将令 该打一百 便喝军事拿下 陈元龙曰 玄德功临去时 吩咐你甚来 张飞曰 你闻官 只管闻官事 修来管我 曹报无奈 只得告求曰 亦得功 看我女婿之面 且恕我爸 张飞曰 你女婿是谁 曹报曰 吕布是也 张飞大怒曰 我本不欲打你 你把吕布来吓我 我偏要打你 我打你 便是打吕布 诸人劝不住 将曹报编制午时 众人苦苦告饶 方指 习散 曹报回去 深恨张飞 连夜拆人积书一封 镜头小配献吕布 据说张飞无礼 且云 玄德已往淮南郡 今夜可成张飞罪 引兵来袭徐州 不可措此机会 吕布建书 便请陈宫来议 陈宫曰 小配原非久居之地 金徐州既有可成之戏 失此不取 悔之晚已 吕布从之 随即披挂上马 领五百旗先行 使陈宫引大军寄进 高顺亦随后进发 小配离徐州 指四五十里 上马便到 吕布到城下时 恰才四更 月色成青 城上更不知觉 吕布到城门边叫曰 刘史君有机密史人志 城上有曹报君报之曹报 曹报上城看之 便令军事开门 吕布一声暗号 众君骑入 喊声大举 张飞正最卧府中 左右急忙咬醒 报说 吕布转开城门 沙江进来了 张飞大怒 慌忙披挂 戳了杖八舌毛 才出府门 上的马时 吕布军马已到 正与相迎 张飞此时久悠未醒 不能立战 吕布速之张飞勇 亦不敢相逼 十八骑烟将 保住张飞 杀出东门 玄德家眷在府中 都不急顾了 却说曹报 献张飞之十数人 互从 又欺他罪 碎银百十人赶来 张飞献曹报 大怒 拍马来迎 战了三河 曹报败走 张飞赶到河边 一枪正刺中 曹报后心 连人带马 死于河中 张飞于城外 招呼士族 出城者 尽随张飞头 淮南郡而去 吕布入城 安抚军民 令军士一百人 手把玄德宅门 诸人不许善入 却说张飞引述时起 直到须意献见玄德 据说曹报于吕布里 应外合 夜袭徐州 众皆失色 玄德探曰 得何足喜 失何足忧 官公曰 扫扫安在 张飞曰 皆献于城中以 玄德漠然无语 官公顿足满愿曰 你当初要守城时 说肾来 胸肠吩咐你肾来 今日城池又湿了 扫扫又陷了 如何是好 张飞闻言 惶恐无地 彻见玉字吻 正是 举杯唱隐情和放 拔剑捐声回以池 不知张飞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推荐 不知张飞性